第1735集 都跟我来吧 自己刚才从上空飞过 那些人还没什么反应 自己奔出了至少一半路程 那些人才开始动作 但自己到了山顶 对方居然已经跟了过来 这是什么速度 这是何等修为 这些 楚阳现在实在没有空闲时间去向了 现在唯一的念头 就是进入神源之境 只有进入那里 才有一线生机 最后的生机之地 而且自己的原本打算 才有达成的机会 身子翻滚着 进入绵长的空间通道 立刻就感觉到 背心被狠狠一击 猴头一甜 一口鲜血 哇的一声喷出来 身子已经飘飘荡荡地落了下去 再度上演一次 不算久违的自由落体运动 那只大手一把抓空之鱼 轰的一声拍在了山顶 随后 无数粉碎的石线 猛然翻飞而起 山顶上的山峰 居然被这一掌给推平了 要知道 这可不是普通的山峰 当初楚阳以天级修为 误入此地 用尽全力都捏不动 一块石头的山峰 在这一掌之下 居然被推平了一小半 楚阳一边下落 一边感觉到自己昏不负起 来人太强大了 人影一闪 孟大将军落在苍茫山上 宁眉看着面前 这个窄窄的 深不见底的洞口 脸色慎重 难道 这就是那神源之境 这时 两支部队的人马 哗啦啦落下 人呢 莫云为另一位统领 恭敬问道 莫云为何银甲兵 各出五百名人手 进去搜納 孟大将军脸色一沉 立刻下令 先到通道口 布下传讯之人 一旦有什么紧急情况发生 立刻示警 一人传一人 在第一时间将消息传出来 楚阳活出性命 也要来到此地 必然有所依掌 是 两人同时答应 应声的 却是尹甲兵统领 和莫云为统领 尹甲兵 虽然没有莫云为那样耀眼 却是孟大将军的亲兵 精锐程度 其实并不逊色于莫云为 尤其这一次远征东皇天 所跟随出来的 更加是精锐中的精锐 高手中的高手 只是转眼时间 两位统领 已经各自选派出了得力人手 一声令下 一银一黑 两人当先进入 接下来 一个接一个的莫云为和尹甲兵 就那么余管而入 一千人 前后不到五夕的时间里 已经全部飞进了这个通道 即刻占领这座山 封山 禁止任何人进入 闪闯者 死 是 下属的打影声音刚刚响起 嗖嗖嗖 无数道破空的声音接连响起 却是各大超级门派的人 纷纷赶来 一看到这个洞口 已经被莫云天的人把守住了 而且莫云天方面的人 还在余管而入 顿时就一个个的红了眼睛 他妈的 你们一来就将这个地方给占领了 那我们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月 为了什么呀 给你们做嫁衣的 孟将军 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 牧长老跃重而出 面沉如水 子骨已降 但凡出现神云之境 从来都是江湖门派共有的财富资源 官方势力不得介入 尤其此地还是东皇天 连东皇陛下都没有派人占领 任由咱们江湖人各凭机缘 自由分配争夺 为何莫云天一来 就将这里把守住来 将军是否该给个说法 孟大将军淡淡地说道 牧苍兰 刚才本座城志手下 却是因为他违反军纪 不从军令 并非是怕你 又或者是怕了你们所有人 如今也是如此 本座此次前来 乃是奉命行事 捉拿害死皇医的凶犯 职责所在不得轻呼 若是因此让莫云天地 陛下怪罪下来 你牧苍兰承担得起 或者说你天剑蒙承担得起吗 牧苍兰大怒 以你的意思 你捉拿凶犯就要占领此处 你可知道我等在此等候数月之久 消耗了多少人力物力 我们的虚耗就是活该的了 孟大将军冷着脸说 牧长老稍安勿躁 本座从来没有心思 寄予东皇天神源之境的宝贝 老夫可以保证 一旦凶犯到手 立即全员撤离 神源之境里面的所有东西 一丝不动 这点请诸位放心 雪仙子冷冷说道 将军好口才 将军对贵军士兵 自可言出法随 另行禁止 但我们却非是将军部下 试问一句 若是我们在此向孟将军保证 进入之后 绝不会干预将军部下行事 更不会援助楚阳 孟将军会相信我们就此放行吗 孟大将军一正 冷冷说道 仙子的言外之意 是说老朽会食言而肥 雪仙子淡淡说道 将军希望我等相信将军 我等却也希望将军可以相信我等 我们各大门派可以向孟将军保证 只要放我们进去寻保 我等绝技不会干涉墨云天 追杀凶犯 这断无可能 孟大将军断然拒绝 一众门派 所有人的脸上都有了怒色 若说刚才那个三统领要犯众怒 那么现在孟大将军就是已经犯了众怒 只因为孟大将军实力高深莫测 各大宗门的主脑还不愿意及时撕破面皮 打打出手 即便如此 双方依旧渐渐地形成了剑拔弩张之势 彼此都是毫不退让 几近以处即发 孟大将军何尝不知此事的严重性 凭自己一人之力 强行押服众门派 乃是属于极其不治之举 但这个档口 却又不得不为 因为一旦放任各门派众人进入 变数必然陡增 楚阳肯定趁着这些人进去 而大行其事 无论是栽赃嫁祸 或者浑水摸鱼 在神源之境中未必不会发生 甚至楚阳借机一容改装逃走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既然如此 还不如就让楚阳一个人在里面 只要抓到了就出来 没有任何的牵扯 才是上策 所以他绝对不会放各大 超级门派的人进去 梦达将军跟各个门派的首脑扯皮 实际上也是在拖延时间 只要冒云天下去的一千人 尽速将楚阳拿下 自然万事皆休 消弭纷争 可是之前楚阳明明中了自己一招 伤势必然沉重 自己已经拖延了不少时间 怎的还未能将之擒货呢 孟大将军的算盘无疑很美好 可是现实却很不好 各大门派的人 现在连眼珠子都红了 妈的我们来到这好几个月了 参风露宿 就是为了今天 在此之前一把剑镇压 我们毫无办法 好不容易等到那把剑没了 却又被墨云天的人给占领了 感情老子不仅仅是来旅游 而且还是来吃气的 老子们也不是后娘养的 你们凭什么这么霸道 既然你们不相信我们 我们又凭什么相信你们 若你们直接说是来分一杯羹的 也未尝不可 神缘之境的东西各凭机缘 可是你们却打算整个全部收走 那不是摆明了跟咱们所有人够不去吗 山顶气氛紧张至极 动辄一触即发 所有人都是脸色铁青 楚阳带着呼呼的风声一路击飞 在往自由落体下落的时候 他甚至还用尽了全身力气 使出了万金锤之术 让自己身体以最快速度下坠 要不然 很可能会被后面的人追上 后面追着的这些墨云卫和银甲兵 每一个都是亡命之徒 他们见到楚阳使用了万金锤 居然一个个有样学样 都是那么加速下坠 他们甚至没有考虑过 下面迎接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但这件事也实在没法考虑 更没时间考虑 神缘之境刚刚破了 谁会想到过楚阳 居然已经从那个通道中 进出好几次了呢 既然楚阳敢这么做 他的修为比咱们还低呢 那咱们还有什么不敢的 就算下面有什么不可测的危机 可楚阳在前面顶着呢 倒霉也是他嫌倒霉 有了楚阳的缓冲 大家怎么着也能避得过去 就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 大伙儿又都是一高人胆大 一个个不要命的追了下来 楚阳一路而下 只是一瞬间就掉落出了那原本要穿行半天的通道 到了那一片中间的虚空之中 突然大骂一声 我靠 这怎么回事啊 原本已经彻底消失的阴寒死气 居然在这里翻滚呼啸 满眼尽视 伸手不见五指 楚阳刚刚落下 就已经被这一股阴寒之气彻底包围 机灵灵地打了一个寒针 忍不住脱口就是一声骂 他之所以进来 确实就是存了浑水摸鱼的心思 自己对下面地形非常熟悉 至少比其他人要熟悉得多 随便一转 就能够无影无踪 可以和敌人大捉迷藏 这里也是楚阳能够想到 对自己最有利的环境 而且是大乱的中心 但现在竟然陷入了 伸手不见五指的恶劣局势中 等于敌我双方都处在这样的情势之下 是一种绝对公平的环境状态 这让楚达庄主如何浑水摸鱼啊 他的修为可是远远不及追击他的所有人中的任何一个来着 在绝对公平的环境中交手 对于楚阳而言 绝对是死得最快的方案 因为突发变故而大失预算的楚阳 只能在一片昏暗之中 称托一般急速的落江下去 赶紧离开这里才是正经 这里只有死得更快 可是这声大骂却惊动了另一个人 准确点说呢 其实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魂魄 劫难神魂 本来那把剑的气息刚刚消失 劫难神魂心中还是很高兴的 哎呦我终于可以出去转转了 以后我想出去就出去 想进来就进来呀 这里就是我一个人的后花园喽 正想到愈发美妙之处 突然间就呼啦啦进来一大批人 劫难神魂见此变故 瞬间就默瞪口呆 我靠 让我清静清静都不行吗 怎么会突然间进来这么一大帮垃圾啊 我呸 就你们这种垃圾 也敢涉足我的神源之境啊 找死呢吧 可是还没等劫难神魂动手 紧接着哗啦啦的又进了一批 随即又是一批 还有一批 一批一批又一批 这些人进来之后 动作很雷同 全都是大呼小叫 当然呼叫的台词千奇百怪 什么都有 快快 看看哪有好东西啊 拿了赶紧走 要不然啊 等一会那些超级门派的人进来了 咱们到手的宝贝都得交出去 连口汤都喝不上啊 对啊 快点快点 哎 那是我的 什么玩意儿 凭什么是你的 你叫他他答应吗 混账 看见 砰砰啪啪 有些人漫山遍野的乱窜 有些人被摔的金钻骨折 有些人大大出手 有些人在鬼鬼祟祟 劫难神魂直接就怒了 妈的 你们真当这地方是没主的 能任由你们肆意而为吗 第1735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